進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每一位委員是互相尊重的 因為我們有規定就是幾分鐘就是幾分鐘 不要說那個主席有不同的標準 那我們沒有辦法在這邊等待 因為每一個委員會都在開會 我希望主席嚴格執行 那我請部長 部長早 其實你不用太在意一些不同政黨的委員 對你的質詢 我清楚的說 我們就很支持您前兩天在處理花蓮縣長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 的確跟我們整個法律在挑戰 我們看到部長能夠第一線站出來 我們跟你肯定 謝謝委員 那第二件事就是 昨天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江城會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警察人員居然在執勤的過程當中 被推下這個宣傳車 讓他現在在醫院 我不曉得 因為昨天有兩件事值得我們去討論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的小隊長被直接丟到那個 推下那個車受傷 第二件事也是我覺得蠻感慨的 是到 是到那個 鄭南宮的時候 結果鄭南宮的時候 我們的紅衣少年為安 變成有兩個狀況 我想請教部長 你對這兩個狀況 然後所產生的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你有什麼看法 向委員報告 首先我先講後面這個所謂紅衣少年的部分 對 這個紅衣少年跟我們警方並沒有任何的聯繫 我們警方派足了人力幾百人 在大甲鄭南宮做真正的為安 而大甲鄭南宮在昨天號稱有將近兩千名的信徒 要來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有多少警力在那裡 我們有幾百名的警力 幾百名 為安工作是我們警察負責的 絕對不是大甲鄭南宮的志工負責的 但是大甲鄭南宮的董事會或董事會 他們後來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每當他們有重大活動的時候 就會有來自於像豐元、尊王會、太子團等等 這一些志工來幫忙他們這個廟會活動的進行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並不介入也並沒有特別的 你們事先知道嗎 我們事先並不特別清楚 但是我們有跟鄭南宮發言講得很清楚 那個部長如果你們不清楚 那麼我們的警政署就有問題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你們部署這麼多的警力在那裡 你們不可能不清楚 你們不可能不清楚 所以本席今天在這要講的就是 第一個 我們警察人員的公權力 跟我們國家維護 我們整個治安的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是不容許任何力量去挑戰的 這是絕對的 所以我剛剛第一句話就跟委員報告說 所謂的紅衣少年為安 這絕對是誇大其詞 因為為安就是我們警方的工作 就是你們做得好 至於說紅衣少年 因為大甲正南宮的董事的邀請 或者是他們自己動員過來 要維持他們廟會活動的進行 那個我們並不能特別去跟他講說 可以或不可以 只要他們維持秩序 也就是說只要他們沒有暴力的 或者是聚眾騷擾的行為 那同時我們對大甲正南宮也是開放所有的信眾 自由進出 所以也並不是像某些媒體所講的說 為什麼紅衣少年可以進出 而其他抗議民眾不行 事實上是所有人都可以進出 另外就是這件 就是警察 我想這個被推下去這個小隊長 我希望 那個內政部警政署 能夠誤網誤重 如果真的是對我們的警察人員 做這麼大的一個挑釁 因為我們從媒體上一直在看 不少你去深入了解的那個狀況了沒有 向委員報告 我這件事情 其實最近這幾天每天都跟 我們警政署長這個通電話 不下這個五六次之多 這個案子一直到昨天半夜 我們都還在進行了解 今天早上我來立法院之前 所獲知的情況是 已經在警分局偵訊完畢 今天早上移送台中地檢署 移送幾位 移送六位 就是昨天帶回這個分局的 已經送到台中地檢署 那他們的被移送的罪名就是 分別是違反公共危險 傷害跟妨礙公務 好 我希望這個整個的過程跟未來的司法 整個我們希望 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對警察人員在整個 為安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接受那麼大的一個挑釁 我希望我們內政部警政署 能夠有一個更具體的方法 或者更具體的一個計畫 來保障我們警察人員的安全 我希望部長能夠做到 是的 我們會再度的提醒我們 因為現在即將要進入這個南投縣的轄區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警方 一方面能夠依法行政 他們說什麼有海陸空是不是 他們說什麼有什麼海陸空去攻擊 是不是 有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各種 你們掌握很多 但是我們也針對這些情況 都做了一些淤泥的研判 並且做了嚴密的工作 我想你們 如果他們能夠有海陸空這樣子的一個模擬 我們希望 我們在整個海陸空上整個的工作 不過憑良心講 一個江城會 花了這麼多社會的成本 其實本席並不那麼支持的 並不那麼支持 我們希望兩會再簽這個東西 其實有一些造勢的活動也就免了 只要把兩岸這些簽好 我覺得也就可以了 所以我希望未來 我們是不是再重新檢討 到底這個會 未來要簽署 我記得孤翁的時候 我們在新加坡 做得很好啊 我們不用浪費那麼多的警力 也不用浪費那麼多的為安的力量啊 我們幹什麼花這麼多的警力 跟這麼多的社會成本 我希望我們這一次 下一次如果再有什麼要簽署的時候 內政部 你能不能具體的跟我們行政院 或者跟我們這個江董事長那邊 做具體的一個建議 謝謝委員這個建議 我們會傳達給陸委會參考 我本席認為我們不需要花那麼大的一個社會成本 這是本席的建議 回歸我們今天的題目 我記得當時你要到這個內政部的時候 是因為布建防災才打動你的心 是這樣嗎 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重要的原因之一 好那您來這邊已經有多久的時間 三個多月 三個多月 那這三個多月當中 包括您對今天這個法案的了解 你對你布建防災的工作 這段時間你做了多少 有哪些是你比較滿意的 哪些你覺得必須要再重新再來 向委員報告 從我上任之後 這個災害防救確實是花去我 非常非常多時間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所已經完成的就是 在一個月內就已經修訂好了 這個災害防救辦公室 讓它成立在行政院下面 去補充這個跨部會協調的不足 辦公室 現在辦公室的負責人是哪一位 現在還沒有公佈 但是我們已經有物色到人選 我們打算大概就是 那個值等大概是幾值等 12到13值等 也就是現在行政院 現在有一個那個單位 臨時編組的那個單位嗎 現在行政院有個國土安全辦公室 大概就類似那樣的單位 但是編制比那個單位還要多 預期大概有50個人 其中有25名是編制內人員 有25名是約聘僱人員 我想在這邊 本席要在這邊特別提醒部長一件事 因為這次八八水災之後 然後前一段時間我們也都討論到 包括縣市的合併 您現在也清楚的知道 去聽了他們的基層的意見以後 你們就發覺到 這個環環相扣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環節 是緊密在一起的 但是從剛才部長跟我答詢的過程說 你到行政院組這個辦公室 這個環節能不能到這個最末梢 本席非常的質疑 尤其是這一次在水災的過後之後 我們甚至發覺到說 到很多的最基層的地方 他們最有效的方法是什麼 第一個是農委會在那邊算水 算水滴 到土裡面滴了多少的水滴 那些默默工作的那些 那些水土保持員 結果那些所發揮的功能 甚至於比我們在這裡 這個疊床架屋弄了一大堆東西 要來的第一個 數據是最精準的 而且給的資料是最快速的 部長你知道這些是吧 報告委員這些我都知道 但他們的角色不同 越是在中央的話 是扮演像頭腦的角色 越是在地方的話 就扮演我們手足跟末梢神經的角色 我本期在這裡再提一件事 例如巴巴水災 我是在南部 我們整個氣候的變化 那個大道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去想像 我記得當天我打電話到台北 台北的天氣是非常晴朗的天氣 整個氣象報告說 那個颱風是要從北部走 結果我們南部是一塌糊塗 當天所有的媒體集中火力是在臨邊 跟加東說在水災 結果是我們高雄縣最嚴重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把這個災害防治法拿出來 但是我剛剛也是很認真的看了一下 也把以前前一段時間很多學者教授的建議 他們希望我們仿照美國能夠成立聯邦緊急災害的應變總署 那我不知道您把這個東西跟我們現在所提出來的做了比較了沒有 有這部分花了很多時間 也去說服了原本主張一定要成立像美國的FEMA組織的一些專家 最後大部分都同意我們現在這個做法 就台灣的情境來講是比較可行的 我在這裡再提醒 部長一件事 因為我們從這幾年來 整個世界氣候的變遷 我們大概整個每一次災害的過程當中 所產生的變化 都會超乎我們 研判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比較期待一件事 今天這個災害就是黃治法 出來了以後 不要又是一步 只是讓我們大家安慰的一個東西 因為當時你要來內政部 也是希望能夠 佈建整個防災的工作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佈建防災的工作 在你的手上完成了以後 您要再轉戰什麼工作 我覺得 這是對你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對國人來講也是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 感謝委員 謝謝